總整個的體制都是大家分層負責各有專業的職師 那就是說部長 因為就是說在您的團隊當中 包括徐部長的女兒以及這個許忠利大法官的女兒 好像也都被說是在團隊當中 是說希望大家能夠有多一點這個學習的機會嗎 對那進總基本上就是我們在選舉的一個團隊 那有人願意來幫忙 我們都非常的感謝 那被說是正二代聯軍會不會覺得說這樣的這個指責太過沉重 因為也不過就是一個年輕人學習的一個想法 不需要對年輕人這樣子掛語標籤 正面並沒有所謂在這裡面工作就得到任何的特權 它就是一個服務的經驗 部長想問一下 因為昨天進辦是講說不小心心害他人的意思 但是您認為公布這樣的電話號碼 沒有到個人的手機是有涉及各自的問題 那我想由這個我們法律的顧問來說評斷 市長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兒子的接受投資的這個作品 打多少人的這個作品 你說昨天打多少人的 第一個我覺得正義敬國手非常可愛 相當有禮貌 那對我們這種講解等級差這麼多的 看來是願意給我們稍微的指導一下 我覺得指導一下也有進步 那不過我真的覺得非常的親切 非常的 很溫暖 跟他打球覺得很溫暖 所以部長現在來看打籃球 是不是有可能說好像是籃球 造成的 沒有這個事情 我講籃球是我們青少年 不要說青少年了 到中壯年都還是一個非常普遍的運動 是大家非常喜歡 一顆球就可以像這樣子的話 整體身體都非常的舒暢 但是呢場地上面 因為我們還是屬於熱帶的氣候 那沒有遮音的話 事實上有時候是很熱 那怎麼樣有一個更適合的場所 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大家 有經常在打籃球的人 他們的想法跟希望 那能夠以後將來如果在 將來當市長的話 能夠盡量的把這些設施設備 可以盡量能夠把他更完整 不知道怎麼看說 這個掌彎他提出了公測的五項解法 好像是這對您之前的 那一個免事馬桶的影片的政策 那怎麼看說他裡面 大部分講說 其實說環境要清潔 會是比較基本的 基本上我想大概的話 後面提出來 它是一種廁所的AVC 那是基本上都要做的 那我們現在要突選免事馬桶 是要把他整體的廁所清潔的AVC 要給他升級 讓他能夠這個公設更好 而且突選我們台北人的公德心 足以來使用這種高規格 而且讓他身體更清潔的設施設備 那部長至於說這一次的這個 偷窺的這個創意跟想法 以便被拿來做文章 那會不會說以後 我們在創意的把關上 您會親自來做這個最後的決策呢 團隊都是一體的 團隊都是一體 我對於我們的團隊 我們都知道就是說 要予以信任 這是我一向做事情的方式 那當然有一些需要檢討的地方 我們也立刻運動式的檢討 所以這團隊是有創意 那不怕就是說 有可能的一個失誤的時候 我們也能夠立刻改正的一個團隊 另外來我來做一個補充 我相信大家剛剛媒體朋友也提到了 這一次競選團隊 就三個競爭的一個對手 蔣王安還有蔣王委員 還有房珊珊副市長 還有我們阿中 那昨天這樣的一個外流的一個 不管是競選總部人員的性贏 跟整個行政的一個分級 那這些來看的話 我們必須要跟外界來講 我們整個競選總部 這些是不對外的 任何的一個競選團隊 他的一個內部競選總部 他是對候選人來講的話 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也是最敏感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要想請問的就是說 競爭對手啊 這樣子的一個 讓我們的一個整個內部的一個資訊 這樣的一個外肉 到底是透過電腦的一個竊取 或者是用偷拍的一個方式 或者用任何不當的一個方式 不管是用任何的一個方式 在這整個競選的過程裡面 這一些都是非常不當 而且是違法的一個行為 我們希望我們的競爭對手 我相信應該是屬於蔣王安的競選團隊 徐曉青他應該不算是黃珊珊的競選團隊 幫我們主持人 我們可以進行的 兩秒E доступ 那一點 他們已經有些力氣 就可以回答 和人家商在離面 為人家商人 都可以回答 你 裏面